今日最后一套作品 近年生活向的动画作品 我觉得很稳定 由始至终保持到调子 其实它没有很跨越 当然你说我会这样说 那种调子适不适合的 其实是很个人口味向的 不是应该说它的界限是比较低的 比正常作品低 正常作品有很多东西可以批评 例如说剧情不行 人物的户式設定不行 画面崩 应该说很多次这类作品 其实是以真正日常生活 即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日常生活 为一个基準 它上面再加设一些设定 它不会加设很多大量的设定 或者整个世界改变了 那些就不是幽閒作品 我只是说它不会是这些设定 它只是在这些设定上加一样东西 就变成了这个作品的主子 我们今次说这一套其实都是类似的 接着要说那一套就是《烏龙面之国》 《与金色木球》 这个作品简单是在日常生活下加了一只狸猫 一只狸猫的设定 是的 故事的展开来 故事很有趣的 其实这一套故事 其实三集里面 其实它有些未进入主题的感觉 它是在准备的感觉 就是慢热一点 算是 因为其实它应该在第二、第三集 才揭露她的小朋友的身份 第一集都揭露她的身份 真正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在第三集的时候 中泰的姐姐来了之后 我甚至觉得故事才是展开 因为现在其实 故事一直说是中泰作为一个网页设计师 其实在漫长的工作生涯里面 接着他就放了一个长假 回到故乡 这个beach boy的故事 接着他回去之后 其实每个人都很期待 是不是他会承计这个家业 他家业 是的 因为他家里也是一家 应该是挺有名的 很传统的做烏弄面的店铺 至少在第二集里面 我们知道就是旅游书是有介绍 至少它是一家很地道出名 而且你也看到就是 无论每一个懂得中泰的一些角色 都会第一次看见 你今天是不是开店 你今天是不是开店 开店 是不是煮烏弄面 那种是对他这家店铺的期待 但是你说中泰作为一个 其实他不愿意 也是因为很简单的理由 因为做烏弄面 在小时候整天说 整身面味 就好像会被朋友讨厌 所以其实他也很抗拒 最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没有继承到家业 没有继承到家业 就出去了东京 就去闖自己的事业 回到来 其实有些追溯本源 再回带看自己 究竟是真正想做些什么 的状态 既然现在放下了自己的事业 回到来的时候 故事可以怎样说 其实我都承认三集里面 因为他质重了不是在 中泰自己本身 其实中泰与其说 他自己的工作上 他自己不知道想怎样 那种不安 你不如说他集中了 就是说他和这只狸猫 波可的生活是怎样 所以其实变成 我觉得你说 我相信对原本的 生活的治愈作品 其实有少少偏开了少少 偏开的意思是 他对人和人爱的感情 邱松仔说了他和这一只 就变成好像 未回到就是说 他和他爸爸 或者烏弄面 这一样东西的联系 所以我会说第三个 因为我觉得是 到可能第四集 再说家姐回来这一话 之后 我想会更加重重一点 我想才算是 开始主题 现在是叫做什么 开局 开局 介绍角色 对 所以如果你比起 編组计划 这一类型作品 其实它是未入主题 所以说是比较慢热的作品 对 因为是叫做生活 小品类的作品 就是说 悠閒的那种感觉 是这一类作品的核心 他一定要去营造 不可以去急将就造 我不知道会否最后讲时间 我不知道 但是 暂时讲主题 因为很简单 我想最后也是怎么开面 不是痛 还有我觉得 他应该会放些笔物 在他和那只狸猫的相处 当他是一个小孩 如何教他那些东西 相处成长 当然因为本身 你说他取材这个乡村院 那里 其实两大特点就是 烏冬和狸猫 即是旅游越推广 现在狸猫就有了 狸猫就开始了 做了一类文章 不停地显示他 如何可爱 天生无邪的感觉 是的 很想去看他 是的 接着就是什么 介绍 聖地传有 是的 就是有多少种烏冬 是什么 变成了 会不会 其实都是攀岭节目 不攀岭节目 我觉得是不会的 烏冬 烏冬的制法 也不会多元变化到这样 可以做一个攀岭节目 我相信纯粹就是 就着这两件事 去设计围绕这两件事的故事 还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可能 会有机会做一个对比 就是 他和他爸爸的关系 正如现在 感觉上 就是他和他狸猫的关系 即是养小孩 反转 反转 那种感觉 不知道会不会 有少少这样的感觉 是的 就是对比 可能纯粹就是 就是说 他之前做小孩 小朋友的角色 他现在就好像 感觉上 就做了他爸爸 那种角色 又难一点 我觉得 始终就是 小朋友 你一种是一种影射 但狸猫很难 影射 在一个小朋友的状态 我觉得 有少少难 去就这一点 你纯粹可以用它 发觉到 烏冬面的东西 我觉得 烏冬面会触发到 什么 原来说 其实这件事也是好的 感受到他爸爸 章年做面的心情 那个诚意 他仅此于此 想你继承家业那种心意 将这种优良的传统 一直传 你看到他爸爸 留下烏冬面的秘笈 可能又有一封书信 秘笈 秘笈真的成为 隐世高手 当然不会有十年后的爸爸 其实被他死了 那不是 不是残世纪 应该不是 我觉得这类型的故事 尋重就不会 应该是 是回归 再去审视自己 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 是 四平八稳 我相信 都不会走到什么大变化 这些作品 真的不担心会崩 很难崩 不担心剧情会崩溃 这些日常版本很难 你的评价会参与 完全是一面倒你参与 我都说这类型作品 是动漫界的中坚 其实是中坚 所以都是说 是否适合你的口味 还有就是说 你喜不喜欢烏冬 你想轻松一下 就看一看这些 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故事 或者很沉重的主题 你需要探讨 当然你会否影响了 你的人生 沉重的主题 是不是人生的主题 我的初戀 同仁杰作品 生了三件 这样 沉不沉重 人生也是沉重的 你现在探讨人生 好了 那我们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